首先是徐达汤河与常玉春 三人战功最多顾封为元帅 受二品贤统兵各十营 接着是邓玉耿炳文 唐胜宗等 然后是朱勇 穆英 李长弓等小辈 将领们得到封赏 皆心满意足 朱元璋又命将精灵改名应天 李善长身为军师鞠躬至尾 遂满心欢喜的期待赏赐 朱元璋却自始至终之自不提 还故意紧紧盯他一座示威 李善长的内心顿时凉了半截 明白因自己投靠郭氏父子 尚未一直心里不爽耿耿于怀 真应了汤河所说的天意难测